作曲 李宗盛 你又再去深信的连续 别过我离去拥抱你 没让我找不到存在的你 没让我迷失在黑眼里 你又再连续 请照亮的前行 抖音的朋友 都在呢 夜空中最亮的笑 聊聊于大宝 聊聊 好 中朝恢复主客厂了 不知道 不关心 别聊这事啊 没什么意思 你去看吧 你去看你就看见 我不看 来手铿枪玫瑰呀 不会 给大家唱什么歌 马静跟曼联呢 别着急一会儿我聊啊 这话题还行 今天晚上四点钟 各几个都过来啊 一块看 能不能绕 陪着你走 既然你说 留不住你 回去的路 有些黑暗 担心让你 一个人走 我想是因为 我不够温柔 不能分担 你的忧愁 如果这样 说不出口 就把遗憾 就把遗憾 放在心中 把我的悲伤 留给自己 你的美丽 让你带走 把我的悲伤 留给自己 你的美丽 你的美丽 让你带走 我想我 我想我可以 忍住悲伤 可不可以 你也会想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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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着你 陪着你走 既然你说 留不住你 如果这样 说不出口 担心让你 一个人走 是不是可以 牵你的手呢 从来没有 这样要求 怕你难过 转身就走 那就这样吧 我会了解 把我的悲伤 留给自己 你的美丽 让你带走 从此以后 我再没有 快乐起来的理由 我想我可以 忍住悲伤 假装生命中 没有你 从此以后 我在这里 日夜等待 你的消息 能不能让我 陪着你走 既然你说 我留不住你 留不住你 不论你在 天涯海角 是不是你 偶尔会想起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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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接下来还是经典曲目 黑嘴之歌 大家把手都拿出来 放松你的身体 展开你的胸膛 让我们一起跳起来吧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唱黑嘴 一泡碎 满口蓝牙 八字美 胡说八道八人黑 一角凌空 赢了白队 牛皮吹了满天飞 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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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 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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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 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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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 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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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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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跑水 嘿嘿嘿 牛一頭藍牙 八字妹 嘿嘴 嘿嘿 黑脚零空 贏了八 黑嘴 嘿嘴 嘿 牛皮嘴的 半天子 嘿嘿嘿嘿 黑嘴 嘿嘿嘿嘿 黑嘴 嘿嘿嘿 黑嘴 嘿嘿嘿嘿 黑嘴 成龍 黑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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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泡水 黑嘴 軟口藍牙 八字妹 嘿嘴 嘿嘴 端午說八 Standard 八人 嘿嘿嘴 一眨零空 贏了八 黑嘴 嘿嘴 嘿嘴 黑嘴 半空 牛蛋得署 黑嘴 黑嘴 嘿嘿嘿 嘿嘿 嘿 嘿 嘿嘴 黑嘴 嘿嘿嘿 嘿嘿 嘿 嘿嘴 嘿 嘿 嘿嘴 嘿 黑,黑嘴 唱的是什么? 唱的是原创歌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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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换个说法 你八九岁能赢人家已经不错了 你还想十五赢人家 你凭什么呀 你告诉我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赢人家 你得说一个理由啊 你凭什么呢 那么一个西班牙的小孩 九岁跟中国小孩相遇了 也可能打得难解难分 也可能赢得也心糊涂 输了也可能就输了 但是十五岁他一定能赢中国小孩 这是必然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从他八岁开始到他十五岁 他这个六七年的功夫是怎么过的 我们是怎么过的 会决定于六七年以后我们再相遇 谁赢谁输 明白吗 而不代表着说你八九岁你赢了 你说一个你十五岁踢不过人家 那不废话吗 你怎么老说废话呢 那当然踢不过人家了 那你想想 一个我们就说吧 一个09年的巴萨小孩 他在九岁的时候跟中国小孩相遇了 他们打了一场比赛 巴萨一饼赢了 然后呢就从此就别过了 别过之后呢 到了十五又遇到了 好了 他的九 他的九岁相遇了啊 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他六年里边 他打了多少场比赛呢 他每年大概是五六十场比赛 因为他打连赛就三十场 他还有友谊赛 还有杯赛 他杯赛五六个杯赛 每个杯赛打五六场 就二十来场 再加上十一场友谊赛 他一年踢六七十场比赛 那么一个中国小孩能踢到什么比赛呢 你就是一个恒大的 这个小孩一年能踢多少场比赛呢 除了内部的校内的比赛 正经比赛没多少 好了 这是比赛的事 第二个 第二个他看了多少场比赛呢 他们家门口 他就有三级四级五级联赛 他叔叔 他大爷 他小舅子 他小舅子 小舅 都在那踢 他耳濡不然 他一年到头 会跟多少人交流足球呢 那多了去了 他父亲 他家里面 他的邻居 球迷 球迷 然后他一年 他看到多少个 关于足球的 这个 这个这个元素呢 足球用品专卖店 然后这个球迷的文化 等等 然后踢那么多比赛 然后 完了你能赢他 你不是扯淡的吗 你不是扯淡吗 对吧 你这个脑子 你得吃多少降机 你才能够把自己的智商拉平 来来大家看看降机啊 抖音的朋友来看看降机 好吗 老北京降机 现在是39 39块9 但你别别害怕 39块9点进去 啪10块钱的一个 一个券 领完之后啪29块9 你说我还用抖家 分期付款 好了 再减6块 23块 你就拿回去一个一斤一两的降机 像有人吃过吗 吃过就说 好吃不好吃 快点 好吗 抖音的朋友 吃没吃过降机 现在拿 收没收到 你要没收到的话 那2000只降机到哪去了 不都卖了吗 2000只降机 是吧 好吃是吧 行 你真真 你老丈人都说好吃 你看看 拿这个孝敬老丈人 真的 你 横会的 横会的 杨美之好喝 是吧 我刚才刚喝完 我刚才刚喝完 哥哥你买了五支 红糕 行 买五支 所以我告诉你 为什么说 中国小孩小时候还行 长大就不行 这是必然 知道吗 兄弟 这是必然 这是必然的 因为你成长的环境 不支持它持续的 像人家那样的进步和提高 就咱们这个 我亲眼所见 一个优十五 清超的上海赛区的比赛 场边一共就三个观众 两个是家长 一个是我 就仨 就仨观众 中国优十五最高水平的 国内的比赛 一场比赛 就三个观众 还有中国高校 北京高校最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农之一 农大队北航 一场比赛 一共场边就两个孩子在那看 就两个大学生 在大学校园里边 不远处就是篮球场 不远处就是什么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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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论坛 没有人看 北航 对北农大 这北京市高校联赛的 冠亚军决赛 一共场边就俩人 就两个人 完了 你告诉我 中国足球 能上去 上哪去呀 上哪去呢 日本那个 我刚说完了 日本那个叫什么 什么青森山田 高中联赛冠军 打完比赛 回到家乡 市民自发 在风雪当中 去迎接 有这奖吗 咱们 没有 没有 你凭什么 要迎人家呢 没有 你凭什么 要迎人家呢 你拿什么 迎人家呢 对不对 一个巴萨的小孩 九岁 跟中国小孩相遇了 打了一场 然后就死别过 那个小孩回中国了 他在巴塞罗那 好的 他每年 三十场主客场的联赛 三十场 主客场的联赛 然后再参加四五个杯赛 每个杯赛至少四五场 这就是二十多场比赛 联赛水平有高有低 但是呢 他是好歹完整的 一个职业的呃 这个这个呈现 就是每个周末都有比赛 然后有的是主场 有的是客场 完了场边有观众 光光的敲锣打鼓的 然后根据比赛的情况 巴萨电视台转播 黄马电视台转播 知道吗 就巴萨T6的比赛 每个周末巴萨电视台都转播 都转播巴萨电视台 你在网上都能看见 知道吗 那转播的那个规格很高 多机位 慢动作 出场阵容阵形图 还俩解说 那我们呢 一年有多少场比赛呢 祖小江 鲁能 恒大 有多少场比赛 自己算算 把你那个比赛 都什么水平的 什么规格的 有观众没有 有主客场吗 完了 杯赛 人家那个杯赛 对吧 都是西甲俱乐部 西乙俱乐部 职业俱乐部之间的这种对抗 咱们呢 就弄点 足校联盟杯 这就算国内 就是七八岁 八九岁 九岁 十岁 最高水平了 就这几个足校联盟杯 就足校的 四大足校 完再约点社会的队 完了凑一块 打一场 完了完了 上下半年 更两次 上半年 下半年 更两次 家长直播 拿个手机 一点形式感 仪式感都没有 对吧 反正就是今儿在你这举办 就你是冠军 为什么呢 他给校长看呀 给总监看呢 大家心照不宣 对不对 这在我这主办 你就探探授 就完了 裁判一做 基本上冠军就是我的 基本上啊 我没有说百分百 对吧 就这个 糊弄谁呢 糊弄洋鬼的吧 然后呢 人家一年 恨不得到诺堪普 看机场球去 咱们这孩子 有到国安场地看吗 到国安看什么呢 跟国安有什么关系呢 你是国安球迷吗 你来自组国各地 也没得看 对吧 人家周末 自己踢完比赛了 往场面一坐 对吧 一会儿优十五 一会儿优十七 一会儿优十九 就在家门口 一会儿再来点业余的 业余的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的姑八大爷都出来看 生活 咱有吗 你上哪看五级联赛的 中国五级联赛的几级 哪的都不知道 是吧 人家球迷用品专卖店 到处都是 咱们到哪能看见 球迷用品去 有也是网上买卖 买也是买假的呀 对吧 杨美真好喝吗 兄弟 你就喝吧 我相信你 相信我 好吗 你就喝吧 我这推荐的东西 你就闭眼睛买 行吗 你闭眼睛买 我就 我这个口味是大众口味 我能吃的 我能喝的 基本上都能吃能喝 也不贵 你买个酱鸡 现在两千人是吧 这么着 直播间里的两千人 咱们分成啊 两股不对 有一千人 一到一千去买酱鸡 把手给我 快点 买酱鸡 好吗 二十九块九 一斤一两个酱鸡 你先尝尝 三十块钱 你花不起吗 我不信 对吗 还有另一半 去买冰洋煤去 六桶 就六罐 平均每罐十块钱 在外面 至少十三块八 往上 鸡没了 怎么降鸡没了呢 灰子 鸡卖断货了 是没有优惠券了 还是没了 哎哟 鸡给抢没了 你说我这说点清晰 结果鸡给抢没了 你说这事呢 断货了 那没办法了 那算了吧 那正着吧 针子吧 吃不着鸡吃针子 行吗 针子 我现在我要表演 懂拉面 我是懂拉面 鸡不可吃 哎 你要买针子的朋友 听我说 我马上给你表演一个啊 全世界最好的 吃针子的方法 好不好 别着急 我马上 看着啊 鸡又来了 你啊 你可以不接受我的观点 但你不能不接受我的鸡 知道吗 你可以不接受我这人 你可以说我说的不对 你可以说我做的不对 但是你不能 你不能对我的鸡戴着有色眼镜 听懂了吗 你规 你是不是得吃啊 你不能因为你反对我就不吃吧 对不对 你不能因为我 你不能因为你不接受我 你就不接受我的降鸡是吧 那这对吗 这种人生 这种人生聪明吗 你放着这么好的鸡 你不吃 这么便宜的价格 正好赶上 恒惠这个品牌 他要推广 他线上 他基本上没有 他从我这作为一个切入口 我说那你就得把 优惠给我的车友 给我的这个 这个 这个观众 你只有这样 才能带动你整个的品牌 他同意了 所以给的这个价格 什么聊聊姆巴佩转会啊 姆巴佩转会黄马 一赔1.83 留在巴黎一赔2 你自己算 好吧 现在我通过这个开口器13的 这个可不是送的啊 咱可说好了 有的朋友说 你为什么不送这个 那不废话吗 这一个13块钱的 送的是那个简易的 那个是白送的 知道吗 现在鸡还有吗 卖完了是吧 鸡没了 完了 茶叶还有签名照没有 我这个就不值钱 我这个签名不值钱 没了 灰子那你问问呀 你问杨总啊 这2000只鸡没了就不卖了 就改成原价了 那也无所谓 那反正反正怎么那那谁 马上又就转成原价了 那没办法 拉面还有 你买不起 你别老问了 你要真能 你要真想吃 你早买了 行吗 好了 那么 当你通过这开口器 把这针子仁给打出来了 是吧 好了 接下来 什么呢 到你们家门口 超市 去买最便宜的巧克力 最便宜的巧克力 最便宜的巧克力 不用买贵的 然后呢 把巧克力包开 接下来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这是巧克力 很简单吧 这是针子 对吗 好了 你把他俩 怎么着呢 这样 拿出你的右手 拿出你的右手 拿起一个针子 拿出你的左手 弄一块巧克力 好吗 好了 现在看我 先咬针子 咬了一小块 再咬巧克力 咇 Cross 确定 很酷 确定 又是 确定 选择 过来 编 recommend 这种吃法 羊肉串 啤酒 啤酒羊肉串 最重要的是它的口感 打一个越南影星 软中硬 软中硬啊 软硬 结合软中硬 羊肉串没有了 再点点羊肉串 把剩下的啤酒喝了 你信我 你这么吃一回 你信我 你这么吃一回 你感受一下什么叫人间美味 口感软中硬 真正的硬是软中硬 记着 没有慢的快 不是真正的快 便是最快的快 说说梅西在巴西的巴萨的处境 在巴黎的处境 这个针子呢 已经下了一万单了 啊 文化的和体制能结合吗 三玩者跌2034 文化和体制能结合吗 就现有体制结合西方文化是吧 你问这个问题 你问这个问题 我说实话 我没太搞懂 我没太搞懂 你再给我 你再说清楚一点 什么叫文化和体制能结合吗 就是现有体制结合西方文化是吧 那不能 那可能吗 你不扯王八蛋的吗 秦升的未来啊 不是 我在抖音上我这个发车 我知道你们东一郎都西一棒的 你们主要为了搞乱我 但是我不会被你搞乱的 因为我主要是来卖货的 好吗 我主要是带货的 所以你不用你不用弄乱我 你别东一郎都西半个 我跟着你走了 不可能 我什么时候我也没忘 我来这儿是为什么 我来这儿是为了带货 好吗 你看看货 好吗 好吧 东北要账 你马上下单 不可能 东北要账这活最后 足够小将有进国家队的 我就把东北要账 我讲两天 好吗 羊蝎的怎么做呀 羊蝎的 家里有锅吗 有锅是吧 有火吗 有火 好 有水吗 有水是吧 好了 好 把锅放火上 点火 然后稍微加点水 别加太多 接下来呢 有剪子吗 家里 有吧 用剪刀把那个羊蝎的那个包装剪开 然后有手吗 兄弟 有没有手 没有 鸡没了 鸡真没了 有手是吧 拿着手 把那个羊蝎的把那个羊蝎的往那锅里倒 听懂了吗 听懂了吗 就是水 锅 水 火 剪开 往里倒 热了 有嘴吗 有吧 吃 就这么简单 有碗吧 有碗 好 把碗拿出来 有料吗 有没有料 就是芝麻酱 有吗 芝麻酱 就行 就可以 太复杂呀 那你是怎么着 你是原始人吧 直接逮着羊蝎啃是吧 那也行 反正吃不死 你要觉得复杂 你开袋你就吃 应该吃不死 因为本身也是好的东西 是吧 对 我是不是三毛 因为我呢 我说实话 因为对于我的过去 我是不想提的 但是既然有很多朋友 非常关心我的童年 并且他们也认出我来了 那也没有什么不好承认的 就是1947年 张乐平先生 三毛流浪记 要在上海拍电影 那么呢 要找一个十岁的小男孩 完了就找到我了 十里扬长 哎 看见我了 就觉得我呢 像三毛 这个形象 就给我带到的 这电影厂了 当时碰见了 有一组在那拍电影的 什么这个杀手不太冷静 也在那拍 我们就一块拍了 1947年的时候 我就演了三毛流浪记 嗯 嗯 嗯 哲齿怎么治啊 你是对自己狠不狠 你要对自己狠的 我呀 在一B站上 你去搜 有人自己拔智齿 挺解压的 满嘴吃血 拿钱的 咔对着镜子自己干 你看你试试 但你别拔错 好吗 如果你实在说 看不起医生 但是你又想拔牙 这件事其实挺简单的 你就争取 换上慢性牙周炎 你要真是染上 这慢性牙周炎 用不了多长时间 牙都没了 牙没了呀 但咱可说好了 你可别犯病 你要犯病 我刚才能给你拴链子 那好吧 嗯 我是拍三毛流浪记的 后来又有一年又找我 说那个 说还有一部戏 说三毛从军记 找我的时候 我说你有病吗 我说我47年拍了三毛 您现在好家 我您在三毛从军记 96年就找我拍 我受得了吗 受不了 你大半夜不睡觉 嫂子不管我 不管 我们已经达成 那种谅解协议 但是你实话说 那你得下单 你要老不下单 你半夜 我贼不走空 门大半夜 我在这发车 你不下单 那你嫂子 就会问一个问题 你晚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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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直播 你 挣钱了吗 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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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 你为什么 你做直播不挣钱 不挣钱 你为什么还要直播 对吗 洛国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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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你规划他 为什么不让他上 你 你不让他上 你为什么要规划他 你说怎么办 明白了吗 所以 你自己看着办 好吧 后来嫂子说 就不该带嘛 说你就不该带 就不该带 李大眼去哪儿了 兄弟 我这儿不是寻人启事 早年前有一叫阮雄飞的记者 有阮雄飞啊 记着吧 阮雄飞 安娜特逗 找谁都给我打电话 老董 你知道谁谁 电话号码吗 我就为他服务了大不了三年 他找谁 他从来不寄别人电话 他老问我 我这通讯录里边有啊 你们都是圈里的人嘛 到了第四年 有一次他又 给我打电话 老董 那个谁谁电话你有吗 他说 老董 你谁谁电话你有吗 你好 查号请播1114 再见 从此 阮雄飞 再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门人 再也没有 在你向我微笑的一瞬间 我这哥们 你这歌你都会唱 这歌你都知道吗 我的原创歌曲 你都知道 寂寥的时候 总在窗前 幻想又美妙的缘分出现 日复一日 哭中有天 傻傻的期盼 四季路回遍前 笑看风雨雷电 你依然均受最初试炎 从不曾改改变 那天你经过我的窗前 长长的头发 脚里的脸 我若无其事一开始线 心却为你留恋 穿而将离开港湿 我终于不顾难堪 鼓起勇气 大声呼喊 请不要走远 你可知在你转身回眸的一瞬间 窗外已经盛开了白云蓝 你可知在你向我微笑的一瞬间 灿烂的晚霞 映红了半遍天 寂寂寂寞的一瞬间 寂寞的时候总在窗前 幻想又美妙的缘分出现 直到迎来你美丽的笑脸 从此不孤单 寂寞的一瞬间 为什么大地变得如此苍白 为什么天空变得如此犹豫 难道是冬雨即将来临 记忆将来临 为什么你的眼变得如此陌生 为什么你的春香得如此冷漠 难道是爱情早已不在 早已不在 不要再编辑 不要再编辑美丽的爱情 不要再寻找坚强的借口 因为你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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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已说明 早已说明 这首谈不在 晚上 再编辑美丽的眼 我问我 我哪知道啊 徐亮是不是替吴熙说了说话呀 那这个事儿你记着 徐亮跟吴熙没关系 徐亮说对说错 这个东西我们姑且的放在一边 第一 徐亮肯定不是为了胡说八道 他说这个话 第二个 如果你一定要信 你信徐亮的 就这么简单 因为他是踢球的 他是踢球的 你不是 你没有经历过那种场面 你不知道那种心理 他是专业的 你愿意相信就相信他 你要不愿意相信他 你就不要相信他 但你要问我 吴熙 第一 吴熙不是故意躲 第二 吴熙没有原来那个拼命三郎的劲儿了 我就这两个观点 第一 他躲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 但是他 以前的他可能不会躲 但是现在的他会躲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他太拼了 现在人没有那劲儿了 就中国国家队就这个劲儿是你 你愿意踢吗 你往死里踢是吗 但是他也不是躲 他也不是故意输 他也不是故意躲 但是到那一刻人 你说 有人掉水了 你会跳吗 你可能你15你会跳就救人 你35你就不会了 你他妈就在 岸边看了 你说你是什么人吗 你是正常人 我这三句话就跟你说清楚了 你明白了吗 你17 你18 你永兰青马 我知道 你38 京马来了 你就跑了 明白了吗 就这么简单的事 你知道他干什么呢 要是你 你是国桥 你还踢吗 踢成这德行 哪那样 被人骂一个孙子似的 凡是在骂无锡的人 记着啊 你骂无锡 我没有意见 我没有意见 因为我也管不了你 但是你骂无锡 如果你身边有人骂无锡 这人你离他远点 你相信我 你身边如果有 或者是你就是这样的人 那就算了 咱俩不是一样人 如果你身边有骂无锡的人 你离他远一点 我就只能 只能告诉你到这儿了 你离他远一点 因为这人翻脸不认人 翻脸不认人 啊 好吧 我只有这两句话 关于无锡 我不认为他是故意躲 我要在那我也躲 你要在那你躲得更快 别装孙子 你要说你不躲 哪天你过来到基地 我来一个船中 你看你躲不躲 咱们说好了 妻子活该 好吗 他说有一点是对的 王小雪 王小雪是背着手 他就过去是堵枪眼的 所以他 他那一刻他知道 他就必须得去干这个事 那么无锡呢 是移动过程当中 对方 船了 他也上不去了 他也没办法了 他不知道对方 也可能对方横船 也可能对方呢 又扣过来了 他不是说王小雪 他知道对方要射门 所以他目标目的非常明确 一个英勇 非常英勇的表现 这没问题 但是无锡呢 他不处在对对方要射门 因为对方有很多选择 如果当时对方要射门 也可能无锡也这么站着了 对方是个船中 你船中有的时候你硬 硬去挡 又挡不着 一蹭就是一个乌龙 所以这个东西呢 你不要杀人诛心 你要认为无锡故意踢甲球 故意躲 我不接受 你打死谁我都不接受 他不至于 但是你要说 无锡带着 刻骨铭心的这样的一个信念 然后英勇无敌 那也不是 实话说 搁我 我也不是 我天天被他们骂 对吧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踢国家队又不挣钱 你说有奖金 奖金不得赢吗 赢了不才能挣钱吗 对吧 你说那国家队为什么 国家队为什么还要谈钱 国家为国家付出 兄弟这话说的容易 你不是国家的公民吗 你也是国家的公民呐 你出去也代表着中国人呐 你真的做到了吗 你真的做到了吗 咦 你这么说 说她不是个人 我 我 你 你 哈哈哈哈